王牌 家人变真假 这个环节呢 重点考验的是 逻辑推理和分辨的一些能力 好 可以根据我们提供的一些物料 问题 现场的一些细节来判断 谁的家人不是真的 来 我们首先有请出第一位 欢迎他 第一位 还有面具啊 都看不见长什么样子 沈腾的儿子 儿子 我是腾哥的表弟 也是开心猫花的一名演员 请用一句话来证明 你和沈腾的关系 比翼双帅 那就不是 假的 这假的 这是第一位 我有点像 有点像 这是第一位 现在先把第二位请出来 贾琳的表妹 这应该是真的 我觉得很像 一进来那个表情 笑容 还有那个梨窝那感觉 这真的 真的 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看表弟的褶子了 你看他们俩 他手牵手 这个感情骗不了人的 同样用一句话来证明 你和贾琳的关系 他最喜欢的就是 就是爸爸妈妈还有我 我记得贾琳有个姐姐 对吧 不知道 什么 已经有两位了 接下来请第三位 来 那么多人 这个我告诉你 这个都不用猜 这个根本就不用猜 这绝对是真的 干什么呢 你们 假不假 怎么提你们俩来 这样 我们撑也要撑住 用一句话来证明 你们和娜娜的关系 我跟他睡过一张床 我跟他一起洗过澡 我觉得他们俩是来拆台的 他们俩说这个 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惊讶 还有第四位 我们也有请他 来 大家好 我叫史强来自重庆 是王源的表哥 为什么有如此的掌声 我不认识他 不认识 用一句话来证明你和王源的关系 我知道他的一个小的癖好 就是不吃醋 什么 不爱吃醋 我小时候断奶的时候 他就弄很多醋 然后我从此以后 就对醋有阴影 从此以后就不吃了 但你重庆火锅的料里面 一定要放醋 我从来不放 永远 接下来首先进入第一轮的验证 体版答题 我会帮我们的跑论队问一个问题 两位同时作答 看给出的这个答案是否一致 好不好 第一题我要问的是 沈腾和表弟 请问 沈腾最害怕的是什么 不许看对方体版 请写下答案 沈腾最害怕的是什么 动脉硬化 都写好了 三 二 一 亮体版 表弟写的是虫子 老鼠 先问一下表弟为什么是虫子 有什么 腾哥 曾经录节目的时候 看见了一只虫子 蹦起了三米多高 三米多高 我估计是跳楼 你知道吗 跳下去三米多高 但我发现一个小细节 提供给你们参考 表弟叫表哥叫腾哥 反正我表弟从来都是叫我胖子 我表弟从来就叫我帅哥 我也是 那肯定是一个假表弟 接下来贾玲和姐姐 是不是 真的 共同要面对的问题提板题 贾玲谈过多少男朋友 请写答案 请亮提板 姐姐的答案是两个八 贾玲的 真不 你这太美化你自己了 我觉得 那我问你贾玲在吃什么 她喜欢吃鸡 排骨炖藕 酸菜棒骨 溜肥肠 山药片 行了 已经是真的了 行了 你就说贾玲失一切 就简单概括就是所有食物 这我觉得他们那边很真实了 好 了解完毕贾玲 接下来娜娜请听提板题 这边我们就不用再问了 这边不用问了 真的 请问两位姐姐和妹妹 娜娜送给你们的最珍贵的礼物 你认为是什么 请写答案 圣诞礼物 卡片 什么十八岁生日的卡片 都不一样 看贾姐妹吧 娜娜写的是手链和娃娃 那个我有带来 也太丢脸了吧 圣诞礼物是因为就是 我去年的时候 然后就是因为妈妈跟爸爸 可能觉得我长大了 所以妈妈就没有准备礼物给我 所以姐姐就还是准备了娃娃送给我 好贴心 但是这卡片跟手链就对不上了 手链是她认为最珍贵 可是我认为最珍贵的是卡片 什么卡片 我有带来 有带来啊 就是因为那时候 娜娜还没有开始工作 没有办法买礼物给我 所以就送了一张空头支票 然后还贴了很多美金在上面给我 这个太真实了 当年是空头支票没关系 现在让娜娜帮你填上 不是 还有小燕这边一个问题 请问王源最害怕什么 请写答案 最害怕什么 吃醋 请亮起板 高啊 怕高 怕我 为什么怕你 因为你们知道小孩子 就男孩子小的时候吧 经常会打闹 对 他打不过我 对 你曾经把小元放在地上磨他 也没有这么狠了 对 经过这轮的问答之后 我们跑南段的各位成员 可以选择其中的两组摘掉面具 我觉得右边这两组不用摘了 都你知道了 对 请左边两组摘掉面具 让我们看一下 来确定一下表弟跟表哥像不像 帅哥登场 帅哥登场 帅哥那么好 肯定是假的 怎么可能成哥的表弟这么帅 等一下 我一直怕被发现 等一下你看表弟 表弟笑完又褶子 表弟有褶子 你看才多大 其实正海有点像 有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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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下表弟 我问一下表弟 开心麻花办了多少年了 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对 这个表弟有点 有点 有点草率了 接下来要进行最后的判断了 哪一位成员的亲属不是真的 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不是 我们是想让他们干脆现在就把面具摘下来 可以 因为那两组我觉得你们基本已经拍着 我觉得我们不会猜了 你们就把面具摘下来 我把我姐这个先拆了 因为她有点 好香 太像了 长得还真的很像 甲林姐姐那个梨窝一模一样的位置 挺像的 王源是哪儿人呢 四川吧 重庆吧 重庆人 表哥你来一句重庆话听听 我们一起街坊被打网 好了 听不懂了就对了 对了 是对了 好了 那我觉得腾哥我选 我选腾 我俩真的 我俩 我俩是真的 腾哥吧 这是王源 他们那个是假的 艾拉觉得是王源 我觉得那可能是他的保镖 你看他那个体魄 所以最终的答案是什么 是沈腾 是假的 那这样 我们先把后两组验证一下 因为每个人都有块胸牌 后面两组三二一同时接调 看一下真实的身份是什么 好不好 来 真的不是我姐姐 三 真的不是我妹妹 一 请揭开 姐姐 妹妹 姐姐 所以表哥表弟同时揭晓 来 三 二 一 一 艾拉正确了 但是整队错误了 为什么不相信女生的直觉呢 我就跟你们说吧 他们仨就是认为 简单地认为我表弟太帅了 不可能是我表弟 小元来介绍一下身边的这位 是我朋友 然后也是我身边工作人员 你看 我就觉得是工作人员 你要不问那个四川话 我肯定投这边 那他确实会 他这个 好 其他的都是我们的这个 真实的亲属 因为好像娜娜那个三姐妹 是大家最没有意义的 因为很多场合都见过 他们三姐妹之间 还有一张照片 在网上也是 很多人会去看 会去点的一个照片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 看一下 小时候 哭的是我 然后右边那是我姐 学我哭 好可爱 这是 上面的是我 下面的是我妹 我满月的时候 哪个是你 娜娜 都是我 都是你 因为之前是好像 姐姐十八岁的时候 你是给她送礼物的 对 我特别想听听 姐姐和弟弟 会给娜娜准备一份 什么样的十八岁的成人礼 我们有准备一张卡片送给她 有一张卡片 这么大 这是我剪的 要特强调一下 上面都写了什么 我先念我的 然后姐姐点 亲爱的姐姐 娜比 很开心有你这样的姐姐 谢谢你 永远都会体谅我的坏脾气 你是我学习的榜样 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像你一样 拥有这么好的成绩 一有时间就要记得好好休息 我们一起加油做最好的自己 我爱你 妹妹弟弟上 哇 哇 换我了 亲爱的妹妹娜娜 你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妹妹 是姐姐的骄傲 虽然你是我的妹妹 可是我总觉得你更像我的姐姐 你在乎身旁的大家更超过了自己 遇到再多的事情也都自己消化 装得很好 很坚强 但是我们是最亲近的人 如果你累了 烦了 难过了 你也可以依靠我们 你还记得你给妈妈说过的一句话 你不用永远做我的妈妈 你可以做你自己 我把这句话也给你 你可以做你自己 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最可爱的小娜比 不要哭 真的是人都要化掉了的一种感觉 你看看人家 你看看人家 再给你一个拥抱 就是长大之后就会发现 就是有一个姐姐 或有一个妹妹在你旁边陪着你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你可能不愿意跟外人说什么 很辛苦的事情会工作 很烦恼什么 但是很多事情 你会跟姐姐妹妹说 因为其实对爸妈 其实是报喜不报忧 那对姐妹的话就是 什么话都能说 对 什么话都能说 挺开心的 你刚才说到 有一个姐姐或者妹妹 真的会很好的时候 我看到贾琳和姐姐两个人 彼此对望了一下 对 我也看到了 姐姐脸上微微那么一笑 没错 就那一瞬间 我跟你讲 刚才她们有一个细节 真正的那个 雪浓于水的那种感觉 就是俩人一来的那个手 对 马上去 那个一瞬间 我就知道是真的 就是那种感觉是根本就是说 你说表演 或者什么隐藏不住的 是 我怕你们发现我们俩长得像 我姐原来是主持人 是新闻主播 贾琳原来聊到过 姐姐也考上大学 然后把机会让给了你 是有这么一段故事 对 我家那时候条件不是特别好 当时确实对于我们家来说 只能负担一个孩子 但是那时候好像是我 我考上中系的那一年 我姐考上现在的传媒大学 我妹老会提这一茬 其实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真的不算什么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觉得我会毫不犹豫 事实证明你是对的 对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真的 那姐姐有没有特别 有一个心疼妹妹什么地方 有 我妹特小的时候 就是刚出道的时候 特牛的跟我说一句 姐我跟你说 我做喜剧是有使命的 我当时觉得特别可笑 你一个演小品的 你说相声的 你需要有什么使命 你不就是搞笑的吗 后来我才发现 使命感就意味着一种责任感 有责任感就意味着 他要去承受别人 承受不了的东西 要去付出别人 付出不了的东西 无论他 再多人嘲笑他 挖苦他 他都会一往无前 但是你也知道 姐姐心疼 家里人都心疼 傻子 挺好 事实其实没有那么浪漫 事实是我24岁毕业以后 我姐在老家给我找了一份 收入非常不错的工作 逼着我回老家 我那时候我跟她说 姐 你让我哼一年 一年我就哄好不好 结果哼了三四年 我姐说你也非哄 那个是姐姐对妹妹的一种疼爱 她怕你在外面辛苦 然后如果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她会觉得你的日子比较好过 是 对 接下来我们来问问腾哥的弟弟 腾哥在你眼中是一个怎么样的哥哥 好好说啊 其实就像一个严妇 对 平时我的生活啊 我哥也都会照顾我 我记得我在我哥家住了将近半年多的时间 我一直在想 我如果要是没有我哥的话 我可能在北京 我连半年都建成不下去 对 而且我喜欢这个行业 也是因为看到我哥 我才会选择这条路的 对 因为我哥最开始在我心里是一个偶像 慢慢慢慢变成了一个严厉的父亲一样 长胸如富 对 我其实跟我哥学最多的就是做人 一定要对身边的人一定要好 对 我们哥俩在一起就是从来不善于表达 对 都不会就是说想你啊哥都说不出来 但是心里面彼此都有 北方汉子嘛 对 其实我说最多的我就说 你一定注意你的张嘴 我说这个 因为他长得还真的是很偶像的 他一张嘴就都美化 我说跟你那个形象太不符 应该把台词好好练练 其实这也是我说的最多的 很多细节你会帮他去考虑 这边这个看似好友胜似表哥的 也说两句吧 在你眼里小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艺人 他很有爱心 我们经常会路过就是 七八十岁的老人摆摊的话 他不管老人家卖什么东西 他都会不管自己需不需要 他都会去买 买一点 对对对 让他们早一点回家 对吧 对 我来讲我来讲 就是认识他的时候 我特别气愤 因为最开始第一天去公司的时候 那天晚上我要看演唱会 我要去看演唱会 好家伙 把我演唱会票搞丢了 第一天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记恨在心 但是其实后来越来越起工作 其实越来越合 就慢慢工作下来 其实已经不把他当作 是一个工作人员 因为比如说我回重庆 我就会找他出来玩 这就其实不是 已经超过一个工作人员的范围了 其实就是很好的朋友 就每天都很开心的 对 就是这样 就蛮好的 很难得的愿望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表达一下 我们跑男团也这么多年了 对对对 每天大家这个 七早贪黑的 诚哥也很不容易 是的 就是路跑男这么多年 这个受过很多伤 胳膊脱臼过 眉骨磨过 眉骨缝过二十多针 手指头这个断过 反正各种各种伤痛伤病 也简直就跟一个运动员 一模一样 因为跑男我想 就不说他有多苦多累了 每一期出现都会觉得 开什么玩笑 这些东西我们是不可能完成的 就像是刚才想 我们在联合国去演讲 用英文 我跟李晨和邓超 我们三个人英文 真的比较夸 是很夸的 但我们真的只有两个半小时 让我们把这三四页的 纯英文给背下来 真的是联合国人面前 但还有一些观众 五百人面前去说 当时我们心里看郑凯 我觉得真棒 我们就太崇拜了 但我跟邓超 就倒是已经崩溃了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我们就是最后 还是完成的 还有前几天的龙舟一样 每次 因为我坐在李晨的旁边 我压力很大 李晨每次都跟我说 陈鹤你要把腰弯下去 这个吃水要伸要怎么样 我心里想 你吃得深 我吃不深的 两千米 龙舟 我快晕倒了 就完全不可能 但是当你看到 跑男团的每一个人 郑凯 比如邓超 祖兰 宝贝什么的 给我们加油 因为觉得 你充满了力量 如果说你这时候掉链子了 那整个团队就垮了 还是把咬牙坚持下来 跑男最棒的就是那个精神 对 看到彼此在拼搏的时候 没有人敢松懈 经历的太多了 对 我们一起追过火车 跟火车赛跑 一起大家五十几个人 跳大绳 横渡过长江 用两百个矿泉水瓶去坐船 好 大家其实每一期看到的跑男 可能只有我们素材的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对 我们每天晚上半夜 两三点回到酒店的时候 就贴着全身的羔羊 背上全部都是这样 但是 还是一个非常开心和快乐的过程 就是当每次 大家看到跑男的时候 在微博上留言 每个人笑 所有人觉得 跑男好玩 开心快乐 这些都一下子忘记了 谁说你都说我也不知道 车然还受过那么多伤 很多 很多记者每次去采访说 你们老去录节目录节目 我说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把它当成一档节目在录 我说我每次回去 就像回家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七个人 就像一家人 真的就像家人 对于咱们这样的人来讲 每天天南海北到处走 但你能坚持一项工作做四年 我觉得也是真的蛮有 这个纪念意义的一件事情 谢谢跑男家族带给我们的快乐 他们是在一起四年 我们我们几个娜娜 贾玲 小元 我们几个在一起 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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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觉得已经烦得不行不行的了 这就是一种特别好的氛围 是 对 谢谢大家